大家好,我是老莫 很多朋友蒸馒头动不动就废 放进锅里就一切随缘 其实做馒头很简单 今天就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重点技巧 首先,咱们日常做的馒头 一般都会选用中筋粉 因为中筋粉比较好发 如果咱们用高筋粉来做 最好是加入一点中筋粉 中和一下它的筋性 这样咱们更容易操作 二就是白糖 白糖的用量一定要记住 不要超过5% 然后就是酵母 酵母用量一定要根据天气不同 来加或者是减 假如气温比较低的时候 咱们要多放一两克 气温高的时候就要减掉一两克 一定要灵活用 另外,加水也是要注意温度 比如咱们夏天就要用常温水 冬天要温水 这个温水在加的时候 这个温度一定要油 所以就要求大家 和面一定要快 让面团保持温度 接着是关于和面 和面最重点的就是水量 如果馒头面的水偏多 咱们做出来失败的几率就会变大 因为面团比较软 很容易发过 所以咱们正常制作馒头 一般选用的水量是面粉的一半即可 然后白糖的用量 一般在12克到15克 再一个就是酱母 咱们加入白糖之后 这个酱母就用普通的干酱母就可以 不需要选用高糖酱母 因为高糖酱母它需要糖分含量超过7% 才会选用 所以如果咱们的馒头面不是太甜 就不需要选用高糖酱母 就用普通酱母就完全够用 再有一个 咱们做馒头面 很多朋友控制不好水量 每次都会活得偏稀一点 像这样的情况 在揣面的时候就会很粘 咱们每揣一次 什么时候开始发粘 就翻过来 让它朝下 这样咱们再揉面就比较容易揉光 也能够把所有的面粉全部粘干净 还有一个重点 咱们揉好的面团 表面一定不能粘手 也就是没有窝水的现象 窝水就是它面团某个部位 就是很粘 水分不匀 这就叫窝水 然后就是发酵 发酵这一步 其实咱们冬天夏天两种 一种是直接放在盆里 夏天用比较好 像咱们冬天 最好是这样包起来 完全封闭 这样它的发酵速度 就会变快好几倍 比如咱们着急吃馒头 想现做现吃 也可以这样操作 这样就会发酵的比较快 再一个重点 发面的状态 一定要记牢 尽量不要发的太过 1.5倍大 绝对够用 就像咱们今天这个面团 发酵的就是1.5倍大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它里面的蜂窝 还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状态是完全OK 咱们在家里面做呢 一个是省时间 咱们揉着的时间呢 不需要很长 简单的几分钟就OK 在揉面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使点力 尽量把它压实 把里面的气全部排空 这样你在做的时候 就不容易出现问题 咱们揉好的面团 检查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 表面是不是有泡 如果有这样的泡呢 一定要继续揉 把它完全揉下去 不然咱们做好的馒头 它上面起泡回缩 各种皱皮现象 正常揉好的面团 就像画面中这样 咱们手放上去呢 看不见有泡 这样就OK 再有一个重点 就是搓条 很多朋友不注意 往往里面会夹杂气泡 蒸好之后的馒头呢 也会出现起泡现象 尤其是用压面机压好之后 咱们在卷的时候呢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把里面的气 尽量给它压匀排掉 压得越紧越好 这样咱们做出来之后呢 它的起泡现象 就会减少 或者是完全没有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二次发酵 其实二次发酵 最关键的不是时间 时间不能决定一切 重要的是温度 只要温度合适 发酵的状态就会比较好 所以大家不要看时间 而是要看温度 温度合适 它发酵的六块 发酵好之后 蒸出来的馒头呢 就会比较好 如果说咱们发酵的时候 稍微有点过 它就会出现回缩 包括起泡 这样的现象 总之 大家要想蒸好馒头 一定要注意好 咱们上面说的这些细节 再做就比较容易 咱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